大家好,这里是零度解说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10个非常有用的免费网站 好,我现在直接去电脑上 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好,现在我已经来到我的电脑上了 如果你对网络提供商 给你提供的这个上网的速度有疑问 想更准确知道你当前的上网的速度 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fast.com 这个网站来测出你当前的联网速度 这个网站的整体页面是非常简洁明了的 没有任何的广告 在网站的右上方 你可以尴尬这个网页这个语言 比如说我把它改成这个中文简体 或者中文繁体都可以 测试完以后 然后点击下方这个展示更多的资讯 它可以非常准确显示你当前这个网络 上传速度和下载速度 即使你是使用这个VPN来上网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来测出这个VPN的联网速度 比如说我把这个VPN打开 打开以后 然后我再刷新这个页面 因为我在使用这个免费的这个VPN 所以它的这个联网速度是非常慢的 它的上传速度是40兆每秒 下载速度是2.3兆每秒 如果你要测试你VPN的速度的话 你就连接上你的VPN 然后打开这个fast.com这个网站 来测试你VPN的速度就可以了 今天我们来说的第二个非常有用的这个网站 就是这个VirusTotal 通过这个网站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测出我们电脑上的某一个文件 或者文档有没有病毒 打开这个网站以后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选择上传按钮 选择我们要测试的文件 你可以直接上传这个ESE这个程序 或者这个压缩包都可以 比如说我这测试我这个压缩包有没有病毒 我选择它然后点击打开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确定上传按钮 它现在已经开始识别我这个文档有没有病毒了 这个网站上它集成了 将近有60多个这个 煞多软件的这个煞多引擎 比如说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小红厂 还有这个彼得凡德 还有这个Nurusanar 加明科技 还有这个卡巴斯基 以及这个麦卡菲等 因为我们的电脑没法同时安装这么多的煞多软件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集成了 绝大部分的这个煞多软件引擎这个网站 来测试我们的软件 文档或者压缩包等到底有没有病毒 会更加全面更加的安全 我刚才上传那个压缩包 这里面将近有60个煞多引擎 检测出来的结果是安全的 好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三个网站 主要来测试我们这个邮箱账号 或者这个其他会员账号 有没有被黑客破解 或者被泄露的 比如说我想测下我的邮箱账号的密码 有没有被这个泄露过 我直接在这里面输入我的个人邮箱账号 然后点击一下这个按钮 好它上面显示我的账号没有被泄露过 好现在我们来测下另外一个 我刚才随便输入这个邮箱账号 然后我们同样点击一下这个 检查这个按钮 好它上面显示 这个账号已经被这个泄露过了 它的密码已经被泄露过了 接着我们往下拉 看到在什么地方被泄露过了 这个图标一显示就是天涯社区 我们给大家翻译一下什么意思吧 它上面这个详细的信息显示 这个天涯社区 在2011年12月份时候 被黑客攻击过 并获取了它里面的数据库的文件 破解这个网站里面将近有上千万个 这个用户的这个账户信息 如果你在上面测试你个人邮箱 发现这种账户或者密码被泄露的情况 你一定要立即干擀你这个 个人邮箱账号的密码 好接下来我们说到第四个非常有用的网站 如果你想发送一条加密的 并且对方阅读后可以自毁的信息 那么通过这个private node这个网站 将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打开这个网站以后 我们直接在里面输入 你要发送给对方的这个加密信息 比如说我在里面输入 今晚9点在月湖公园界面 然后点击右下方这个显示选项 你可以在里面选择这个自毁的时间 它梦然第一个选项是看完后自动毁灭 或者你可以选择这条加密信息 在其他时间段来进行这个自动毁灭 我自己选择第一个就行了 在下方的这个两个选项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就行了 然后我自己点击建立这个祭祀 好它现在已经生成了 这条加密信息这个链接地址了 现在我们只需要这个选择这条链接 然后复制下就行了 复制这条链接以后 你可以把这个链接地址 通过邮件或者其他方式 发送给对方就行了 当对方打开这条加密信息 这个链接地址以后 我打开一下 好打开以后 它上方会显示这个两个选项 第一个就是立即观看 或者选择其他时间段 我点击第一个 打开以后 它会显示这条加密邮件的这个名文信息 一旦对方打开这个信息以后 我们之前发给他这条这个加密这个链接 就已经被销毁了 我们现在去打开一下这个加密链接信息来看一下 好打开以后 它会显示这条信息已经被阅读过了 而且已经被销毁了 这个网站的默认的语言是英文的 如果你要选择其他语言的话 你可以点击右下角这个选择语言的按钮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这个简体中文 或者这个繁体中文都可以 今天我们来介绍第五个网站 就是这个Pegs Bay 它是一个完全免费 且没有任何版权的高清图片素材库 你可以在里面搜索这个图片 或者这个适量图 插画 视频等 而且它里面这个提供这个图片 都是非常高清的 如果你要搜索什么图片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里面搜索 比如说这个PC电脑 它下方显示这些图片 都是这个免费 且没有任何版权的 你可以直接拿来用 比如说这张图片 它上方显示是可以做商业用途 不要求署名 这样是非常不错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任何场景来使用这个图片 都没有任何的版权问题 都可以直接免费使用 如果你要下载这张图片的话 你就可以点击这个免费下载 然后选择你要下载这张图片这个不同的这个像素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3000乘2000的 然后点击下载就行了 好下载完整以后我们打开 你可以对这张图片进行编辑 或者这个插入你的这个视频素材等 如果你想下载这里面的视频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个视频 然后在这里面输入你要搜索这个内容 比如说沙汤 然后搜索出来的下方 这些这个视频都是可以完全免费来使用的 打开看一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你这个直接点击下载 然后选择你要下载这个视频这个大小的像素 然后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寻找更多其他这个视频的话 你可以点击这个视频下方有不同的这个标签 比如说这个日落还有云天空 比如说我点击这个视频下方有个日落 它会加载出来更多这个相同这个标签下的这个视频 这样的话到时候大家选择这个不同的视频素材的话 就更加的方便更加的快捷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第六个非常实用这个网站 它是一个图片在线压缩网站 它可以帮我们把一张这个非常大的图片 在几乎不损失这个图片的这个像素情况下 把这图片压缩得更小 好现在我们找一张图片来测试一下 比如说这张图片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张图片的大小 点击这个图片 然后选择这个属性 它目前大小是3.35兆的 然后它的分辨率是4256乘以这个2832的 现在我们把这张图片上传来进行压缩下 选择这个上传的按钮 然后把这张图片上传上去 好现在这张图片已经压缩完成了 这张图片的原图大小是3.5兆的 压缩完成以后 这张图片被压缩到这个683.3K 也就是一兆都不到 压缩率是82% 然后我们点击下载下来 第二张就是我们刚才压缩以后 下载下来的这个图片 我打开看一下 这张就是压缩以后的 左边这张是原图 通过肉眼来观察的话 压缩后的这个图片 跟原图片没有任何的区别 我们现在看一下 它这个压缩以后的分辨率是多少 压缩以后的图片大小是608K左右 然后它的分辨率是没有变的 同样是4256乘以2832 也就是说这图片压缩以后 它的分辨率没有任何改变 但是这张图片的这个体积 减少将近80%左右 这个图片的压缩率是非常高的 这个网站上这个图片的压缩这个功能 你可以把它集成到你的网站上 比如说你用的是Wordprice 或者其他的网站程序的话 你可以通过下载这个网站上的插件 来安装到你这个Wordprice 这个网站的这个程序里面 通过这个插件 你可以大大减少你上传到这个网站上这个图片的这个体积 从而减少这个图片对你网站的空间这个占用率 今天我们介绍第七个这个非常实用的网站 它主要是一个免费的在线PDF编辑器 打开这个网站以后 它里面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是在线编辑器 另外一个是桌面的 如果你要下载它的程序的话 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下载它的桌面程序 这个免费的在线PDF编辑器 主要提供了这个在线编辑 注释填写或者创建这个PDF文档 如果你想在线编辑这个PDF文件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网站免费 然后选择第二个 将PDF上传到这个网站上 我选择文件 比如说这个文件 它现在已经上传完成了 如果你想在这里面对这个PDF文件进行编辑的话 你可以直接选择做 比如说勾选或者输入文字 或者其他任何你想要编辑的地方都可以 编辑完成以后 你可以点击左侧的保存按钮 这样的话它会保存你编辑以后这个PDF文档 如果你要下载这个编辑以后这个PDF文档的话 你就点击这个下载的按钮 这样的话它会自动下载到你的电脑上 如果你想免费在线学习这个代码编程技术 那么这个网站就非常适合你 这也是今天我要介绍第八个这个非常实用的这个免费的网站 你只需要注册一个免费的账号 就可以在里面学习这个代码编程技术 注册进入以后 它里面左侧提供这个语言选项 比如像这个HTML, CSS,还有Petro, JS, Java,数据库,或者C语言等 还有下方这个科目有web开发,数据库,计算机科学,游戏开发,网页设计等 到时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相应的科目 再先学习就行了 好,今天我们要介绍第九个这个非常实用的网站 它是一个完全免费的这个插图素材库 它里面含了大量的这个插图素材 而且是完全免费,没有任何版权的 你可以把这里面的插图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以后 你可以把这个插图素材可以用到你这个PPT里 或者插入你的视频素材里都可以 如果你要搜索更多这个素材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它的搜索按钮 来搜索我们小家的这个插图素材 比如说这个PC电脑 这样的话它会显示在PC这个关键之下 全部这个插图素材 是非常多的 好,接下来我们说到第十个这个非常有用的网站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它这个网站主要给大家提供这个免费应用程序的替代方案 比如说我想找一下这个Photoshop这款软件的最佳替代方案 我们直接在这个搜索框里搜索这个Photoshop 然后打开这个Adobe这个Photoshop 它上方显示替代方案有204个 它推荐第一个这个Adobe这个Photoshop的替代品就是这个Game 这款这个图片编辑软件 我在之前的视频中给大家介绍过 它是一款非常优秀且完全免费这个图片编辑器 当然下方它还有更多这个选项 到时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对比一下就行了 接着我们搜索了其他的这个替代品 比如说我们想找一下这个谷歌这个相册的替代品 我们输入这个谷歌Photos 找到这个谷歌相册 接着我们往下拉 这个谷歌相册的替代品将近有84个 第一个它推荐的是Negas Cloud 它是一个完全免费且开源的这个网盘程序 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去搭建的 第二个也是一个开源的网盘程序 它下方还显示了能不能经常搜索这个替代品的软件 比如说第一个是微软的Word 我们看它的替代品有哪些 它推荐第一个替代品就是LabelOffice 这也是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 它是一款完全免费且开源的这个Word文档 或者PDF编辑及查看器 通过这个网站 大家可以举一反商 找到更多好用 并且完全免费且开源的这个应用程序 接下来 这个视频 by bwd6